古语啊 就是那个女的啊 胡乔木她老婆 曾经呢想把这个科技大学的那个 就这个 就这个同步辐射加速器 加速器项目给砍掉了 他带了一个叫 有一个物理学家啊 这个人 这个 叫张忠的 这个人呢曾经跟几个人啊 一起到西德去参观了当时柏林跟汉堡 做的一个同步的辐射加速器 回来呢这个人就写了一个报告 觉得呀科技大学的那个啊 就完全没必要再见了 因为呢高能所有一个咱就够了 正好啊那一年啊 我们国家有150项的建设 那财力啊完全完全不够 因为都是特别大的那种啊科技的 于是呢就发了一个文 说啊希望大家呢看看自己手里那些项目啊 能砍的就给砍了 那你想啊很多单位的肯定不希望被砍掉啊 所以就使劲的去力争 哎结果啊这科技院自己提出来说我们要把那个科技大学的项目给砍了 你想那纪委当然高兴了 我一下省钱了呀 你自己提出来的对不对 这个广委严啊他们那时候啊并不知道这个古语要把他们这个项目给砍了 因为呢他是根本就也没开个会啊什么的 当时他还小组长嘛 广委严也是组员呢 还有人家什么安徽省的那个党委书记啊什么 呃各个呃几个人组的那小组他也没来他也没没那什么 他直接就在北京写了个报告 然后呢由这个科学院的那个党委 转中央了说我们啊不做了 砍掉 按理说啊你真的应该 你你你这个建这么一个大项目的领导小组你得跟人说吧 没有他根本就没有召开任何会议就直接写那报告了 然后是什么呀 写完这报告直接就让那个科学院的院党委啊那些小小党委员员传议 你知道啊我们上期说过就这些党委的这些成员 没一个敢说不同意的只要他提出来 胡乔路老婆呀 你想想 只有当时卢家锡院长去意大利访问了没回来呢 所以呢等于这个被砍的这个报告啊就等他回国签字剩下人都签了 等于就是就到时候就定案就报上去 科大这边啊正好搞这个同步辐射的啊 派了两个人呢有些文件和有些东西啊 去到科学院去找谷语去签字去 就是他们想买一个仪器啊需要外汇 找到谷语以后呢这谷语就大发牢骚 说你们这个同步辐射根本就不应该再做了 之前浪费那么多人民币就算了 现在又要花这么多美金 然后就说我呀不管了 你有事啊找你们管校长去让他管 广文一听大吃一惊啊 你知道的啊 那个时候啊同步辐射那是一句口号都不止的东西 那是政治任务 你知道的啊我们党可是一直非常非常强调政治任务的 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要跟台湾比赛啊 同时搞这个同步辐射的啊 里边有几个专业的专家 就是我们这边的啊真的当时是算是非常厉害的 当时斯坦福啊就想用好几千美金的那种那个月薪挖他们过去了 你想那时候啊在在美国也是不低的工资了 当然这些人特想去美国呀 你想这跟这边简直就没法比嘛 所以呢这边呢就等于是上纲上线 把你这出国弄成了这个搞这个同步辐射是政治任务了 就硬把他们给扣住了不让去 现在你要说你要把这个项目给砍了 你要下马那这人才不就跑了吗 哎呦这管国研究急了 你知道啊 咱们这边啊为了建这个加速器啊 其实已经做了大量的长时间的长达12年的研究了 而且呢当时候来在北京啊还开过一个400人学者论证会 哎是由那个王干昌那个就是那个核弹的那个科学太陡他主持的 这个会议上啊方毅纪委主任胡启立言济词全都出席了 结论呢就是当时方毅说了我当了裤子 我也要把这个加速器给盖起来 这么严肃的一个论证啊 当时管为言是以物理所长的那个身份出席的这个会 他就惊讶了你 你科学院这国务院那么多人那么多学者论证的一个东西 科技发展的时候你怎么能说砍就砍啊 那个两个人啊一听古语那么说也愣了你知道吗 因为大家都在那热火朝天努力干啊 你怎么能说就不做就不做了呢 而且你还发牢骚说你这小组长啊说不干就不干了 撂挑子了 然后说你什么事不用再找我了找你们管校长去 你一听就是一个那个逗气的话 就是一个根本不是一个这个呃一个领导人应该讲的话 科学院机关秘书室啊 呃当然也有这个科大毕业的学生在那工作啊 结果他们就看到了这个下马这个项目的这个文件 马上就打电话给科大的同学了 这这这玩意小刀小语都是这么出来的啊 管门言一听啊这可不得了了 你这还没开会呢你就说下马了 特别生气立刻就上北京了 要跟院里边啊好好的讨论讨论这件事 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呢 他就是打电话给那个党组书记严东生 当时严东生啊还在这开会呢 管门言这个电话里就嚷嚷我不管 就是开会他也出来得给我接这个电话 这电话是秘书接的呀这秘书呢以前当过管门言的秘书 于是啊这秘书就一看管门言是真急了 就把这严东生还真给弄出来接了这个电话 然后这管门言就把这严东生啊给大骂一顿批评他你太没原则了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就在上面签字啊啊你也不跟我们这边说一下我们这边还热火朝天的在那干的傻屁股 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道理啊 这严东生呢肯定是知道自己这这个没什么道理可讲啊 半个多小时就那么听着管门言在那哗哗哗的那是骂 后来他的秘书都跟管门言说 长这么大啊 这严那个严东生自己跟那秘书说 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这么教训过我呢 你就想管门言肯定也把严东生给得罪了啊 估计人爹娘都没这样 这管门言一不做二不休 一个一个的找那些签了字的那个党委的那个党小组的那些成员 可这些人啊都不敢得罪古语啊 管门言一想啊不行了 这事不对头我要再等那卢家锡院长回来 你一看整个党委小组都签字了 你以为卢家锡他不签吗 没准就真完蛋了 你知道的尤其啊这个咱们这上边 可希望你砍点预算了 你别人家都是赖着 怎么着我就不砍了 我就得这项目必须弄 因为好不容易能从国家这弄到钱啊 你现在科学院自己愿意卡啊 那当然你要是抱上去的话很快就会被劈下来的 于是管门言想不成 直奔方毅了 因为你方毅当时说的 你就算把裤子当了 你也要把这个给做起来 这时候正好啊 方毅腿骨折了 没上班 在家里呢 于是呢 管门言呢就找到他的秘书 跟他秘书说 我真的有非常非常要紧的事 非得见他不可 哎 还真的方毅就真同意了 在家里边见了管门言 他呀 那时候住在中南海里头 管门言哪知道 管门言这人就我跟你说他天真啊 他不知道人家那方毅股有多大大感 到那个家里了以后呢 管门言就把这事一说 哎 本来啊 他还想说你你以前说当裤子那事啊 但是又不好意思说 完了呢 只是说如果咱国家啊 真的没钱 我们啊 宁愿在我们学校啊 有一些经费啊 您给挪的这人都行 哎 我们省一点 我也要把这个加速器啊 给搞上去 方毅啊 当时是科学界最高决策人了 政治政治委员 科委主任 你知道吗 结果啊 人家就说了 加速器绝对不能下马呀 这个很明确了呀 然后啊 就直接当着管门言就说 胡乔木这些人呢 专门就负责给人家打棍子 哎 那个蒋南翔和东昌 都是黄瓜 花黄石脑袋 你看看怎么办的教育啊 听了方毅这么一说啊 管门言安心了 觉得呀 估计这件事杀得住 后来呢 这个卢嘉熙院长啊 回国了 管门言呢 也不敢怠慢了 还是敢督着呀 就又找他去了 结果那卢嘉熙说 哎 就算你不来找我 我也不会同意签字的 这卢嘉熙啊 跟方毅俩人啊 是表兄弟 也可能啊 方毅跟他说过 也可能啊 人家本身确实就不会同意 所以真的这件事 还真的给彻底的给拦住了 就是下马这事 后来啊 李正道呢 曾经想在那个布鲁海文啊 就是也跟这东西长得差不多的 那个在美国的那个地方 加速器的那个研究中心 叫天眼嘛 布鲁海文那个天眼 这就这就都都这形啊 都是估计都是照着那个图纸 瞧着 这么做的 他就想在那也开一个三家的同步辐射学术交流会议 哎 也就是说呃北的台湾的那个还一个北京高能所呃 还有就是科技大哎 三家他真的是好 嗯 就是想把这个两岸的关系啊拉近拉近啊大家互相的都是同行嘛 你这种科学家弄那么多政治干嘛呀 当时想的就是在台湾开也不行 在中国开也不行 因为那时候咱还没那么近乎呢 说干脆就在美国开吧 后来还真的就开了 除了这三家啊 另外也请了美国的同步辐射的这个这边的专家一起开的这个会 这个会议呢决定本来啊咱们这边呢是去二十五个人 呃这二十五个人呢是这么分的 就是高能所就北京高能所的那个呢是十五个人 科技大是十个人 十个人啊 你想科大的那个分支本身就很多 研究的各个小组各个研究室各个多的啊 如果啊你每个分支派一个都不够分的 结果呢这科学院呢还把这个名额啊给抽走了十个 等于科技大只能去六个 你科学院十个都谁呀 你科学院去干什么去 你知道谁去了吗 古语 另外还有古语的秘书 另外就是当时北京市的副市长张百发 完了周光商 这些人去 你说你们不是搞科学的你去干什么去 哎 人家要去 我要把握政治方向啊 对不对 这个大发算我得去啊 当时啊其实广国人就已经这东西下来以后 名单下来以后就已经觉得不可思议了 说你说这学术交流会你这些人去干什么去 当然你像那个下边的这些好不容易能去参加一个国际 同行的这种交流的你想那那些业务人员就更急了那意见更大了 明摆着嘛你们上面这些人这些去的啊你们这不就是公费一流去了吗 结果呀这边就是科大这边这帮都搞加速器的这帮人啊就说既然这样啊反正咱六个名额也不够分了那呀就让管卫言去吧 虽然管卫言他不他不是搞这个的啊那你古语都去了 没准他哪天又在那会上他说又开始乱讲把咱们这项目给砍了 我觉得这呀咱为了保住咱的项目啊 求求您了管卫言同志您帮我们一下你去那把把关去吧 你听听就是搞业务的科学家们这时候已经不考虑什么交流跟人家 学点什么或者是怎么样的了啊 只想着我这项目别被砍了就行了 已经到了这种地 可悲不可悲 结果这帮人啊就把他的那个出国手续都帮他办好了 但是管卫言坚决拒绝去 直接这名额就给浪费了 你知道的管卫言觉得啊 他虽然自己是管这个项目的 但是他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去做什么 人家那是学术交流会议 我跑那坐着 我是那么搞低温物理的 我去那干什么去啊 结果呢开这个会啊 那吴宇那些人啊真的就是在那打瞌睡 反正他因为他也听不懂啊 后来参观的时候呢 他还打瞌睡 这美国方面啊 这解说的人啊什么的啊 就特别不高兴 就问这个旁边的人 哎 那个科学家是谁啊 他怎么老打瞌睡啊 这旁边啊 有一个美国人 哎 他大概呢了解了一点实情 他说这个呀 是那个小平的那个朋友的夫人 后来呢 有一天呢 这个张百发要到芝加哥 正好就跟着一块参加 参观那个废女实验室 安排的呢 是三天时间参观 他哪有那个耐心啊 他进去看他也看不懂啊 他也不知道你那里边都什么呀 他为什么呢 这管子那 纳扭的是吧 于是呢 他就要跑到跳蚤市场啊 他说他要去买东西去 这陪同的留学生啊 就怕这么多影响不好 就跟他说 要不这样呢 你要买什么呢 你跟我说一声 我出去的帮你去买去 你怎么着 这团体活动你还得参加吗 当时这些留学生 这个帮着翻译啊 也帮着这个组织什么的 其实是呢 想啊 维护一下这个国家的面子 可是呢 你也知道 这跳蚤市场 你真的没法说我想买什么 因为都是随便人家 不知道谁家临时想起来 我们家这东西不要了 我给拿出来什么的 你根本 而且你也不可能 你知道你想买什么 就是临时看嘛 对吧 结果呢 有一次啊 这个广为言 就把这事呢 没事聊天 就跟这方教授讲了 这方教授有一次呢 就在北大演讲的时候啊 那时候那他可受学生欢迎了 当时学生啊 他不是去演讲吗 就希望跟这学校啊 那个借一个大点的礼堂 因为人太多了嘛 学校就是不借 后来呢就找了一个 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教室 在里边办法 哎呦那挤满了人 这方教授啊 讲了好多好多的东西 那当然都是冲着人家那个说到人家心坎里了嘛 所以大家都都喜欢 当然就是说有些话呢 确实没人会敢在大厅广众下讲 哎 这这家伙就是属于那个 呃 没把门的 比如说吧 他就在那个 Brian 演讲里边就讲知识粉丝的待遇 我们横着竖着比 都是最最大 最最最最惨的 就是说我们横着 跟理发的比 我们比不过 我们竖着比 跟那个刚解放时候 国民党留下来的那些老科家比 一看都300块 现在的一级教授 连300块都没有了 而且你想想 现在咱们的通货膨胀 那怎么着 你想那学生听完了 能不鼓掌吗 是吧 顺便呢 这家伙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在这个演讲里边 就把这张摆发 跳到市场的事给说了 你说 他那意思就说 像这种人 你要在国外 是不是早就下台了 其实他这个人呢 他就是聊着聊着 就就就就就就聊飞了 你知道吗 这事就很快就传出去 没多久 古语就打电话 给这管卫言了 说不得了了 你们 这事把张摆发给得罪了 想让那个张摆发生气啊 不干的话 那你想想 他要生气了 那个高能加速器 那不就完蛋了吗 所以啊 你呀这样吧 你赶紧让那方教授 给这个张摆发去道个歉吧 管卫言一听 那这事是我跟他说的呀 怎么能让他去道歉呢 再一个呢 这是事实啊 所以啊 管卫言这个人性格啊 也有缺陷啊 后来他也承认 他天真 直接就给顶回去 说啊 哟 我觉得啊 摆发同志不可能不干的 小平同志还不得骂死他呀 啊 再说了 不就是一教授骂了他吗 那个是那教授的事 可是呢 你张摆发说 你撂挑子 不管这个北京那高能所的那加速器了 你不干了 啊 那可就是对政府的不忠对党的不忠 对小平同志的不忠了吧 那就是他摆发同志自己的问题了 这件事啊 他一直就没跟那个方教授说 哎 所以啊 后边就发生的这事啊 那方教授一点都不知道 自己那个口口无折懒的呱啦一下就把货给惹出去了 他不知道 对这个同步辐射这件事啊 管为严啊 确实一直意见很大 虽然说这件事啊 终于被他打回去了 但是呢 他还是心里边憋着一口气 觉得这些人呢 太欺负人了 毫无道理 85年86年的时候啊 有一次呢 他们就 他跟方教授去北京 就去找那个周光招 因为当时周光招呢 是封管科大的 他当时是副院长嘛 管为严呢 就给他顺便呢 提了个意见 说你看 我们现在啊 党正好 正整党的嘛 还组织着了一个中共中央的这个整党委员会 哎当时的主任就是播一播 每个单位啊 都要开始整党 我们科技大学也也也也整了呀 管为严他们啊 等于就是整的时候 就是糊涂糊涂就就给应付过去了 因为过去啊 每次整党 那都斗的太厉害了 其实就是互相整人你知道吗 所以呢 他就不想搞这种 可是呢 他这次来 他就用这 借这个大旗子 他来了 他说的 你看啊 我们现在正整党 我现在向你汇报一件事 这党的纪律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吧 别光整着下边的小胳膊头啊 对不对 你看 现在就有一老干部 根本不服从组织分配 你们任命他作为我们加速器领导小组的组长 其实就说那古语的嘛 他说过不干就不干啊 完了就说有事找我来 他小组长一次会没开过 你说这是不是违反党的距离啊 而且他还说了 从此以后 关于加速器不关他的事 周光照这个人呢 就这样 因为当时啊 正好内户说了 胡乔木他们啊 要提名他为中央委员 那现在正是关键时刻啊 怎么可能敢得罪补语啊 结果这周光照啊 就是不表态 哎 说好好好 我们去调查了解一下 他这名义说你管委员也没法往下接了呀 你不可能说你现在立刻我表态是吧 也确实你也不能光听管委员这边的一面之词 哎 人家说的也有道理啊 后来这周光照啊 他就找到一个那个教育局长 叫何龙的那个人 哎 这个人原来也是哈工大 说呢 哎 你去调查吧 但是呢 他又跟这个何龙说啊 你可千万千万别说是我让你调查的啊 等于啊 这事就是不了了之 你想他找一个啊 都是发工大出来的 就等于他给带过来的 就是等于就是哎 走一面啊 你看我不找人调查了啊 我我说了啊 那个人可太知道他什么用意了 可能去 就这样就不了了之 可是这管委员啊 还是不服气 这科学院每年啊 年终都要开一次全院的一个工作总结会议 像这个科技大学啊 什么各个研究所的所长啊 书记啊 都是要参加的 得有一百多个人呢 呃 一般呢 都是先分成十二个组 管委员呢 他们就属于教育组的 而且他是组长 然后呢 就是大家在小组会上先提建议 然后呢 在开大会 组长呢 在把这个小组里边汇集出来的意见啊 在大会上进行发言 这个管委员呢 在小组里啊 就没讲他要说的这件事 可是在大会报告的时候呢 除了他把那个汇总的那个组里的那些 别人的那些意见说完了啊 他就把谷语的这事端出来 直接把这个事呢 给讲一遍 而且啊 还直接在这大会上说 这事我已经跟周光照副院长 我汇报过了 但是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谷语当时就在现场了 你想 虽然说啊 当时他们拿管委员没办法 但是后边呢 是吧 后边肯定报应很快就来了啊 散会以后啊 那其他组的那组长就跟管委员开始开玩笑 妈 你这个才是真刀真枪的批评和建议呢 我们呢都是不疼不痒的 那那个领导就当脑脑痒痒了 都能接受 你这个 哎呦 这个大概就是后来广委员为什么会 还没到五年任期呢 就直接下台了 管委员在合肥的那时候啊 有个亲戚就问他 说你下台之前你心里边有没有个思想准备啊 管委员说 要说啊 呃 我没有思想准备 但是呢 因为因为我没我觉得我没犯错嘛 但是另一方面啊 其实我还是有心里准备的 因为我毕竟是把好几个领导都给得罪了 肯定会找一个契机就直接把我给搞下去 当然肯定不会说马上啊 呃 人家得找你得有个什么错 或者正好赶上一个什么运动就能给你弄下去 他也不可能 因为人家都会马上就就就就 也怕人家说你借的机会打击报复嘛 呃 这个不能那么快 但是呢 这个人家会等 等这个机会 周光昭啊 其实一直是支持要把这个科大的这个同步辐射项目给砍掉的 他曾经就有一句名言啊 就是你从二楼跳下去 总比从四楼跳下去好吧 那意思就说什么呢 你这同步辐射已经盖了一段时间了 花了那么多钱了 哎 但是你现在下马啊 只是损失一点 你要继续再往下做 坐下去 再下马那损失不就更大了 所以啊 他一直确实是支持砍掉这个项目 当然最后他没成功了啊 呃 广为延后来不是到美国去了吗 正好呢 就在美国看到了人民日报海外版 头板头板头条就说了科技大学这个同步辐射建成了 而且是我们中国的一件大事 那一天呢 他的学校的很多的同仁呢 都给广为延发了核电 感谢他 好 我们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 来看看 我试试的 我试试的 我们下期见